为了确保民众在参加殡葬活动上的健康安全 华联县政府特别邀请各项镇市公所及县内殡葬服务 礼仪业者在县府大简报室召开新冠肺炎 殡葬业务防疫措施协调会 希望政府部门能够和业者达成共识 把配套做得更完善 新冠肺炎确诊人数逐日攀升 华联县政府全面提高防疫规格 为了确保民众在参加殡葬活动上的健康安全 也特别邀请各乡镇市公所及县内的殡葬礼仪服务业者 在县府大简报室召开新冠肺炎殡葬业务防疫措施协调会 建议业者在办理智商事宜时 劝导家属减少首领人员并且取消公计仪式 才分批碾箱的方式制计 避免因群聚引起感染风险 但业者也提出在食物上确实有执行困难 那室内的话限制五人 室外限制十人 但是这包含业者 所以我们目前就在跟简安相公所 跟华莲市公所我们在协调说 那如果到三级的话 室内五人那在火化厂的部分 我们要怎么执行 是要分批进去还是怎么样这样子 如果对习俗上来讲会比较难执行 因为有些家属我们必须要去跟他们沟通 这对我们来讲比较困难一点 整个防疫会看着疫情的升高 在做一个所谓滚动式的检讨 或者是提到这个将来我们都会注意 将来这个整个的发展 整个防疫的作为或许会在有所变动 今天所以找大家来就是大家 这边来做下来的沟通 那么来协调大家取得一个共识 希望大家共同来共提时间 跟大家共同来做一次的防疫 华联县政府特别召开协调会议 就是希望政府部门能够和业者达成共识 检守防疫 把配套做得更完善 提供民众更安全的继续环境 记者许立琴华联市报导